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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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當然最怕這些事,教理論 他任何理論都不接受,只有理論就是讚揚黨主席 大家有飯吃最好,爹親娘親最好就是共產黨親 就是最好,壓迫那個位置家,壓迫到他一滴反抗 這樣做了現代藝術出來,我們那時候好像不明白什麼現代藝術 你再看了戲就明白小笑,你起碼知道這個人為何要做這些東西出來 為何他做個設計,做張畫,是這樣的做出來 就是因為他生活,受壓迫 所以我們了解現代藝術,其中一個方法,其中一個總話 就是了解他人的生平,如果人的生平就了解不了 你怎知道他的原意是什麼 阿滿叔這個講話就是說,現在我們看一幅畫 你不可以只看一幅畫,你要看看這個人 他在什麼條件之下做這幅畫 這個人他怎樣生活法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現在往往的人第一個印象就說,我不明白 第一個就關上門 他都不了解一個作者 等於一個人在街頭做一個行為 就先說他瘋子,說他白癡 你都不了解他背後什麼原因 然後就說了,立了結論 就變成你認識現代藝術,認識一件事 真相是沒有幫助的 但我看他,你在那個劇情裡面透露 這個人的遭遇都相當之艱苦 但我看他都幾陽光 這件事就是拍出來的事讚 沒人知道 我們只要看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都不是黑咪崩 不是的,有暴人少少 但基本上就是一些 我們現在,譬如我前兩年去荷蘭時 看那個Mondrion 近乎那一隻 就是一些基本的幾何圖案來的 但是用式方面 也不像上次我們說的 那個猶太的Marco 那麼深沉 不深沉 不深沉 他一樣很光明,很鮮亮麗 所以這支電影我們有幫助 因為很少人會講一個故事給他聽 講一個人的生命給他聽 現在他拍一個人物生命給他聽 看到一個人物生命 我們就明白 在共產黨的生活之下 這樣生活是多麼淒慘 就像我那裡都不知道 其實是怎樣西產法 都要看過才知道 看出戲影才明白的 譬如買東西 買吃飯要給糧票 這些大佬經歷過六十年代 你當然知道,大家都知道 但真正看到畫面的時候 你就明白 這個就是壓迫你怎樣西產法 這些一定要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人 生活過的人 當然你要知道 你要買一個麵包 你才有一個麵包的糧票 才可以買麵包 我們當然明白 但你當然看實際生活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情況是怎樣 怎樣壓迫 是吧 就是你這樣學識一個字 沒有用的 糧票 大家都知道糧票 例如買一斤牛肉 才有一斤牛肉的糧票 才可以買一斤牛肉 你明白了 但實際的行為是怎樣 你不知道的 原來是這麼慘的 現在這個人就去到這個地步了 就是告訴你 他過兩種生活 就是這樣過生活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就是對… 他是大學教授來的 大佬你經歷過六十年代 你在羅湖橋以北那些 你都知道那時候是怎樣 當然我也有朋友說 他突然下來 你看看那張電影 就說 哎波蘭真是好 真是偉彈 我們近年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更慘 是啊 更折磨得緊要 但起碼最大的分別 就是你現在在中國電影 看不到這些東西 看不到 另一件事 中國沒有這種現代藝術家出來 他有很多是怨恨 還有很多藝術家 是自殺死鬼了 文藝家自殺死鬼了 但這個人不是的 他還做了一些理論出來 看他的劇照 就傷殘 是啊 他沒有了一隻手 沒有了一隻腳 左右不同 左手 左手右腳 左手右腳 但是仍然做到藝術家 還可以做大學教授 還可以有很多美女學生 但是他有很多美女學生 所以他根本就要有很多美女學生 所以他只要有很多美女學生 比如這裏 歐洲藝術家 其實都比較特別 比如 我記得 維根斯坦那個 那個弟弟 斷了手 所以有些作曲家是為他而寫的,讓你單手彈的 有時候你不得不佩服這些 所以難得看到現代藝術家,特別是現代藝術家,很少人講 還有現代藝術家的大師很多,你都知不完 但我相信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譬如你涉及到西歐、法國、德國、英國 也有一定的票房的保護 但東歐是大件事 我曾經聽阿滿叔說過 東歐來的交樂團或演奏者,水平不低 但報酬就遠比,差很遠 那些就要去澳門聽,因為澳門就安排東歐樂團 不是一定不差的,水平都相當高 只不過是經歷過共產主義 還有一件事,東歐和猶太的藝術家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問題 因為我們的作品翻譯比較少 因為西歐語言出了一本書翻譯得多很多 波蘭多難看得到 我們讀書的時候,唯一一個波蘭的作家就是Joseph Conrad 但他也是寫英文 寫得英文,寫得非常好英文 寫得好英國人 英國人自己也覺得有點追不上 但說回電影,你看的時候多不多人看? 都有人去看的,因為一間戲院 說完就是《八路電影中三》 他做這些上年電影,其實是一個mission 你說是不是在票房上面有 補充一句,這個是電影折了選的電影 我知道 但都有發行商肯沒有風險去做 可能他來電影的內價都不是高 但是以現在的租金,各方面的成本這麼高 都去看這些片,就要讚揚那個房子 當然啦,如果有空檔 不如做多一場《Wonder Woman》 是啊,這些就證明香港 到現在還有有心人 這個世界很難得的 中港台三地,有哪個城市 然後會有一間戲院放在外面 以前是稍多的 以前我們在電影文化中心 或者art center 都放下 那些是一場沒有現在那麼多 現在是一間戲院固定地放下 即是商業的放影 固定放,很難得的 趁這個機會也補充一下 就是東歐幾個好幾個著名的導演 其實當年東歐的電影 都在香港相當之受到自益分子的歡迎 譬如我記得米洛士科馬 哲客那個 那波蘭就有兩個 我都起碼記得的 一個是讚綠西 波蘭就多些了 因為那個拍十屆那個 《兩森花》 我遇過的更加早 就是華茲達 即是現在這個導演 記得就是《大理石人》 我們以前也提過一本書 有一個香港叫羅千鳳 特意去波蘭 特意去波蘭去發掘導演的故事 那樣子 曾平人了解更多些 路蘭德 即是一個香港作家 或者香港文化人 對波蘭文化有藝術有興趣 真是少見 真的 真的那但是今天的經濟條件 很多東西可以了 講求有條件好了 還有這個如果不是東歐的共產主義倒台 事實上也做不到這件事 他已經搞了你一排 但我個人的意見 跟阿姆出有少許不同 到今日共產主義倒台之後 這些國家出的電影是不及以前的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很多導演去了荷里活 其中一個例外就是馬尼斯科曼 他去荷里活一樣 我想現在都退休了 甚至沒有了 他的案件有少許不同 因為他很早去 但當時我們去看東歐電影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以事形態的原因 你去看那個地方 在所謂共產政權統治之下 他怎樣跟那個審查制度周旋 這個很重要 有這個審查制度 反而當時拍的那些片 就不錯 真的相當之好看 這個最佳證明就是伊朗導演 伊朗導演最拿手的就是摘這些電影 他又在那個 納粒那裏說些話 還有一個還未博畫出 伊朗式 半屋 他講半屋的東西 找些東西來講一下 你怎樣禁他 他又找些東西來講一下 這些導演是真的找到 捐籠捐碼 找到一些題材出來 是講到社會事實出來 那後面有兩種因素 其一就是 他那個社會本身有很多問題 這個導致了 譬如說你拍片 或者你寫作的時候 有些言之有物 其二就是 你一個藝術家 你面對這種審查制度 你就要考驗一下自己那個藝術的能力 那個巴斯最有名的伊朗導演 他拍很多小孩子的片影 喂 小孩子最好東西 完全被審查的 被審查 現在說香港的導演 《大陸伯伯戲》 賣了一件事 合拍片 合拍片 找不到題材 你當然了 你講黑社會 開口賣黑社會 又講鬼 那當然是供不供 有些高手就不受到這些限制的 舉個例子 那高手就避過了 譬如王家衛 他就在這個制度裏周旋 但畢竟也是少 我們講回這個東歐國 《大陸伯》的部戲 即使現在在《共產主義》堵入之外 他仍然是 即是告訴大家 雖然制度倒台 但那個危害仍然在現在這個社會存在 有 左影段就追人去拍這些 這個世界很簡單 歷史不停要重提 提提一下這個教訓才會深入 當你教訓 當你過了又過了 都沒有教訓 你只是過去幾十年 歷史不停就很浪費了 對嗎 阿姆叔 你記不記得 在80年代早期的時候 有所謂在中國的傷痕文學 這套片有沒有 跟這一類的文學作品 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 就不能夠直接比較 我亦都提了一個 提了一部電影 張藝謀拍的那部《歸來》 就講過《知分之文革》 前兩年的時候 這部電影拍得很好 真的 這部電影就是 用了一種 一個家庭式的戲 家庭故事 就反映了社會事實 他講的一個很簡單 就是回來之後 認不出老婆 這就是最大悲劇 認不認她 大家也不認 這就是最大悲劇 為什麼講那麼多話 不用講那麼多 兩公共認不出 因為歷傑歸來認不出 中國股市都這樣講 見老爸見不出老爸 或者兒子見不出認不出兒子 樣子都不同了 歸來的 idea 非常之好 避過電檢 但是對於在中國來說 所謂避不避過電檢 很視乎你當事人自己背後的實力 當然啦 例如李姜文拍《楊子彈飛》 雖然拍不到下一部 但是他沒有事 另外一個是劉業 拍《二和苑》 接著三年讓你拍電影 你走出去才拍到 劉業業很紅 我最近在Netflix 美國的電視頻道 看到他的電視劇 《北平無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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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第一集 開頭的部分 就是講國民黨撤退的時候 咦 厲害 講這件事 都是好事 北平的意思就是 現在說北京 不是1949年 《北平無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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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北京》 那個故事就不是發生在北京 就是 那如果講講哪些人給錢去拍電影 我也不明白 還有人拍這些東西 還有人拍一些 所謂提enkommel escol正 basics 所以現在是這個 那是打擊 tactic 還有人拍的 agent 這是很敏感啊 趁頭偷 我要順便講一講 張大千會他們去 싸 在1949年解場 張大千弄在1949年 我真的想不到 da pensando 問他這麼教官 問他 那個飛機坐不下人 我不知道誰下飛機上去 這件事在Youtube上有講到 鄺林武講中國故事 我們遲些就 譬如說 我自己去台灣看過故事回來 我就找幾天講 我一定要講這件事 因為我人生中最大的 對這四個人最有興趣 我經常不停講 張大千、林宇棠、 錢穆和胡錫的四個人 那四個人 其實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都沒有 但因為接觸那四個人 很快就認識了中國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認識了很多東西 就因為這四個人 影響很大的 錢穆最大的影響是誰呢 因為他是一個學生 就是余英士 在香港的前中文大學 校長金耀基都是錢穆學生 對 就這麼簡單 你認識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一個key person 你就認識到最重要的東西 骨幹的東西 這個當中以胡錫的效果最大 你看周邊認識的人 他跟其他人的交往 政治上、文學上、新聞上 其實你已經是另一個中國現代的 所以我經常講 現在講中國文化 學校教的完全是廢的 你不如講講四個人 講講四個人 名字就可以了 這樣就得夠了 我覺得已經了解很多 比你還要讀很多書 但是阿姆叔你要明白 現在對這些 所謂的syllabus 那個課程的選擇 或者哪些在裏面 哪些在裏面 哪些在裏面 是一個政治的agenda 這個最大 他又不像我們這樣 我們純粹一樣 一個知識分子 看近代史 哪些人應該在裏面 哪些人不需要在裏面 學生要讀多少 我們自己沒有 自覺沒有這個agenda 但是現在這個政府有 我看這個角度 就是哪些人走爛 走去台灣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走爛 不是遷他們先去台灣 遷走去那個地方 然後最後去台灣 下腳 這個故事 這個生情事跡最重要有趣 但是我想這次看這套戲 我們自己都要問一問自己 譬如說在中國 在香港 在台灣 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類似的問題 有的話 我們那個書籍 電影 或者其他的一些媒體 有沒有將這件事表達出來 記錄下來 沒有啦 很簡單 我們又提一提 再說一次 常玉這件事 常玉根本沒有去過台灣 但是他的作品去了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想寄回大陸 是這麼簡單 他自己都沒有去到 他明知道走一批東西 要找人收留他這批東西 他也不想留在巴黎 他不想留在台灣 又不想留在台北 他也不想留在台北 他也不想留在台北 也不想留在台北 當作是廢,打爛那些東西 即是是共產主義政權,他政府 打爛那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看文革的問題,都不止在中國發生 在史太林那個年代,無論是蘇聯或東歐的 東歐的國家都遇到這個問題 這個特別要提一提 其實我相信這部電影,他不只是鞭撻波蘭的共產主義政權 因為後面那個大哥哥就是史太林 對於波蘭人來說,就加仇國恨 因為近年去到九十年代 蘇聯和戈爾巴克喬夫才肯承認 就是當年大屠殺波蘭的中產最優秀的自己分子 其實就不是納粹黨,就是蘇聯 一直都屈納納粹黨 結果到九十年代,應該是蘇聯解體的前夕 波爾加喬夫才肯承認這件事 這件事後來,如果我沒有記錯,就好像… 我忘記是華子達,就是同一個導演 有一個劇,Kateen 都是拍過這件事件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就講,當一個納粹黨他們戰敗之後 蘇聯進去的時候,是捉了這些波蘭的優秀的中產自益分子 是全部大屠殺的 換言之,其實波蘭今天和蘇聯和俄羅斯這段恩怨情仇 又是未解決的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最受恨共產主義的 可能就是當初被統治過那些國家 包括幾個國家 不是西歐那些 還有自己分子對共產主義有一個錯誤的一個幻想 到今晚都還有,我聽說英國那個工黨其中一個來國成員 都還是這些這樣的左膠來的 是啊,很出奇的 你美國那些,譬如說這個 有一個最有名的作家 Kirk Koenigert 是那些立陶宇作家 是那些立陶宇作家 一同爆你,一同寫美國小說 寫你,怎麼吹,是吧 他跑了出去便寫你了 是吧 又立即成為大作家 是吧 美國老實是捧你的 即是變成呢 美國為甚麼對抗呢 你自己扭人出來 有很多人來搶你 是吧 你譬如中國作家 有很多在美國那些 有空抵抗書出來 不停地出的 但那個效果不像你現在這個東歐症 即是這班自己分子那麼明顯 當然後光不流強 你始終你見到一件事 就算說譬如現在 對那個文革 對那時這個六十年代 那個中共政權的總統倒行逆施 有一定的批評 但沒有對整個共產主義 對整個共產政權的本質 是一個徹底的反省 這個中國政權就是目睹都沒有了 這些東西就是一個香港自由 或者台灣自由 或者美國自由的人寫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沒有生活過 只有那些流亡出來的人 就寫到這些東西出來 那個寫《天獄》 那個女作家寫了很多 幾本小說都是他寫的 好像是遺識 不是 那個 稍後我查一查的名字給你 寫幾本 另外寫《大饑荒》那些 《正義》那些 喂 都離開中國 不是外面人寫的 不是香港人寫的 現在這些西方歷史的國家 有的一個是香港U 作人出了三個系列 《大躍進》 《文革》 《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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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歲 他是經歷過這些 有幸運 就是 經歷過這些 他 until 他這樣大連幾 我記得應該過了一生 但 以前過了一生 Ron scandale 我猜中 парade 整個過程是他經歷過的 現在他也有一定的反省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文化的事情 譬如無論繪畫也好、音樂也好 或者其他這些藝術的表現 他都跟那個詞內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可以看得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在別人的國家 他可以經歷了種種的壓迫 種種的不幸的遭遇 還可以流傳到一些很精彩的藝術作品給大家 我們今天身處香港 我們的經濟條件都叫做不錯 雖然都要為陳柳奔波 但是我們都交不到足夠的成績出來 當然啦 因為你寫不出 寫作那家東西 你要來自生活 一定是深深感受的 寫來寫去都要寫回你革命的歌 當然也是 因為你沒有這麼深刻的感覺 和生活體驗 寫不到東西到肉 寫不到到肉 寫的東西很虛無 那怎麼可以經歷這幾十年 好 我們節目時間 第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講講其他這些 即是值得推大的文化項目 好 謝謝 感谢观看